原标题,法国政府在欧洲议会选举前,进行小规模重组中心设巴黎4月1日电,记者立揚法国总统府,当地时间3月31日,深夜宣布政府小规模重组名单, 任命新的法国欧洲事务部长,政府发言人等三名高级官员,这是法国政府在5月欧洲议会选举前进行的重组,受到外界关注。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卢瓦索,法国总理府国务秘书兼政府发言人格里沃,法国经济财政部主管数字信息产业的国务秘书马祖,并于3月底离职,法国政府需要立即遣补这些职位的空缺。 根据法国总统佛发布的人事任命名单,法国欧洲事务部长,有33岁的爱妮丽德蒙特查林担任。 德蒙特查林毕业于哈佛大学,曾任经济分析师,参与制定法国政府预算。 他也是法国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的岛边。 法国媒体普遍认为,德蒙特查林,未来将协调有关英国脱欧的相关事务。 德蒙特查林前任独娃索会代表共和国前进党,参加与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。 法国总理府国务秘书兼政府发言人,由39岁的斯本斯恩迪亚耶担任。 恩迪亚耶生于赛内加尔,于2016年成为法国公民。 他曾在马克龙竞选总统时,担任其竞选团队的媒体顾问。 法国经济财政部主管数字信息产业的国务秘书,由36岁的塞德里克欧担任。 法国政府发言人的权力交接仪式,于4月1日在巴黎举行。 格里沃和马祖比都将参加巴黎市。 长选战,他们辞去政府职务,被认为是为了更好参加竞选。 这三名先任命的法国高级官员的年龄,都没有超过40岁。 三人中有两人是女性。 有法国媒体分析认为,这三人都和马克龙关系密切,有利于马克龙进一步整合力量,为营赛欧州议会选举做好准备。 晚。 晚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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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